好香喔 很香 那是海苔 那是 芥末跟龍蝦沙拉的那個味道 芥末味味好重喔 超微軟耶 它聞起來芥末味味很重 但是吃起來還好耶 它有點有微辣耶 它好像加什麼麻辣香在這邊 嗯嗯嗯嗯 它的辣跟鹹的味道 完全蓋掉了說明太子的味道 所以其實你只知道那個 調味 吃不到裡面餡的口感 那怎麼說我覺得有點普通 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味道 但是你不會 特別想要吃這樣的搭配 還蠻辣的耶 它吃它的調味算好吃的 只是真的有點辣 但是我覺得喜歡吃辣的 喜歡吃宮寶芝士 應該會喜歡這個味道 而且99元還好啊 就一般變成這樣 本來店裡商店就會貴一點點 而且外面宮寶芝丁也差不多到90元 它的肉還蠻嫩的 不會踩 我覺得99元這樣可以 而且還沒有口感 嗯 雖然說是微波食品 可是它的肉真的不馬虎 小七最近夯什麼 大家好我是帕姬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開箱的呢 是最近小七到底夯什麼呢 那最近小七到底夯什麼 最近夯的呢 是木藥四超丸的合作 所以年明環有幾樣啊 欸總共有五樣年明環 所以我們五樣都開箱嗎 沒有我們只有四季啊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款那個麻辣小龍蝦 大飯糰 現區販售 哦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 沒有 那我們第一款呢是我們的 哇塞米海鮮飯糰 一顆59元 這便宜耶 可是我覺得 以三角飯糰來說是算比較 貴一點的那一款的 可是你看這個厚度 但是還蠻厚的 如果為了嘗鮮 我覺得會想要試試看 我們可以看裡面 好我們來看剖面 我們來看剖面 好我要猜囉 猜吧 它使用龍汁 龍汁是什麼裡面 這是什麼 哦這個料 好香喔 很香 那是海苔 那是哇塞米 跟龍蝦沙拉的那個味道 哇塞米味好重喔 它有魚卵耶 它聞起來哇塞米味很重 但是吃起來還好耶 不會有太嗆的感覺 雖然59塊 有點小貴 但是還蠻好吃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原本那種 7D在賣的哇塞米飯糰 哇塞米飯糰 我沒有 你們這不會去吃那個 我吃過 那個海苔本身是哇塞米的海苔 哦是哇塞米海苔 然後薄飯糰這樣 對對對 跟這個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哇塞米的話 你吃那個海苔就知道 一吃就吃就很嗆 對啊 可是同樣這個也是用哇塞米 可是它就沒有那麼嗆 它是比較溫和的那種 提味食那種的感覺 對所以這個就 米酒也可以啦 可以啦可以啦 而且又鮭魚又 魚卵 對啊 而且料很豐富啊 嗯 那我們再來開箱下一個啦 那再來呢是我們的 博多明太子飯糰 49元 第二款 一樣是三角飯糰 它呢主打有三種明太子 其實我吃不到出來明太子的差別 對 這是它來說用三種層次去加 可是不見得吃的 對 跟我們一碗 差不多一碗 嗚~~這個 嗯 我覺得剛剛那個料比較多 喔當然啊 那個59耶這個49耶 可是這個59跟49的落差感有點太大 三種明太子 紋子紋得出來明太子 我覺得吃不一定吃得出來三種口味 它有點扭微辣耶 它好像加什麼麻辣香麥克風 嗯嗯嗯嗯 它的辣跟鹹的味道完全蓋掉說明太子的味道 所以其實你只知道那個 調味 吃不到裡面餡的口感 欸這樣相比之下剛剛的59 比較好耶 我知道明太子飯就很鹹啊 可是這個這個吃下來 會覺得你在吃有點麻辣 然後又有點重心口味的東西 好這時候來考考大家 明太子的態度 是 最後再解答 欸可是我記得 SAMB好像有出 曾經有出過明太子三角飯糰 我真的沒這麼鹹耶 它這個加三種嘛 所以反而是它這一款加那麼多 反而忽略明太子本身的味道 就真的是吃下來就是倒調 對就是那個調味料的味道而已 所以我才說我寧願加10塊錢去買那個 海鮮的對不對 WASSABI海鮮 那個比較好爽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下一款了 下一款 那下一款呢是我們的 木藥薯餅蛋堡59元 跟剛剛的三角飯一樣的錢耶 那我突然覺得我想要買這個 聽說他們這個是他們木藥市場 他們有個節目是下班次的 然後他們那天吃到的就是有點類似的東西 然後把它整合起來 那就一樣對半切就好 好啦來吃吃看吧 你怎麼說我覺得有點普通 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味道 但是你不會特別想要吃這樣的搭配 沒有沒有這種東西大概就跟薯餅蛋餅 有異曲同工資料 你懂嗎 沒錯 就是你去點蛋餅的時候 你不會特別去選薯餅蛋餅這個 這個沒一樣 你一定會選培根或是圍根 不過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還不錯 你去外面早午餐店 薯餅蛋餅都要35元 而且這個還是漢堡喔 薯餅蛋餅好像也要450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59 其實還合心托利你知道嗎 就OK了 它沒有特別過 可是我好處想你再saver 這個會有搭配主人家 就會更划算 對啦 有時候你去找我餐店 還不一定會有所謂的什麼升級家家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們最後一款呢 是我們算了吧 公寶基地 算了吧 那它這個公寶基地呢 一個就是99元 公寶基地是不是會辣 對 好 可以吧 他們這一款的出處呢 是他們的那個一日料理大賽 看起來就好 感覺很辣耶 有辣油也有辣椒 嗯 好啦 那我們就是要來試吃 其實你它給的肉 快算多了 吃一點飯 一點點醬 辣喔 待會點菜 一小塊囉 調辣 哈哈哈哈 兩個怕辣的在那邊吃公寶基 對 還蠻辣的 但是它的調味算好吃的 只是真的有點辣 但是我覺得喜歡吃辣的 喜歡吃公寶基地呢 應該會喜歡吃的味道 而且99元還好啊 就一半變成這樣 本來店裡商店就會貴一點點 而且外面公寶基地也差不多要90 它的肉還蠻嫩的 不會踩 就99元這樣子的 而且還沒有口感 嗯 雖然說是微波食品 可是它的肉真的不馬虎啊 就是有點出乎對微波便當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事 雖然我們卡拉 但是我覺得它這樣的辣味 其實還蠻開胃的 對 就是它其實沒有辣到 讓你會 好跑 對對對 它其實是會讓你一起來 繼續吃下去的 是OK的 因為這個 沒有問題 再加個飲料是更好的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總結啦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說說我們兩個人 對於最想回購的這四種商品裡面 哪個是最想回購的部分 先複習一下有哪四種 首先第一種呢 是我們的哇沙比海鮮飯糰 嗯 然後第二種是我們的博多明太子飯糰 第三個呢是薯餅蛋堡 薯餅蛋堡 那第四個呢是公寶雞丁 最想回購的 對 因為在我心目中好像有齊名的 對 我也是 我也有齊名的人 就是我很猶豫 你知道嗎 我想一下 我齊名的話是 哇沙比飯糰跟那個薯餅蛋堡 公寶雞丁 一樣嗎 對 我覺得這是因為取決於在於 我們兩個不喜歡吃辣 所以我們不會第一個優先選擇他 對 就是他不會被列入在回購的第一 對 但是這不是代表他不好吃 如果我是喜歡吃辣 我跟你講要選他 沒有 可是如果跟你說他如果會配飲料 我就會選他 他今天如果有個搭配飲料 我一定會選他 因為他三角飯糰跟漢堡都有一些搭配 就是變當沒有 就是變當沒有 因為說實在的 以吃起來的口感跟飽足度來說 先撇除我這個不辣 這個辣的不舒服 對 我們先不講變當 前面那三個就是青絲類類來說的話 我覺得明太子那有點可惜 是我吃不出明太子的風味 就是他介紹再多年也察覺不出來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變成是說那我一樣 花49跟59 我為什麼不花一個59 多個10塊錢買一個我更喜歡的味道的東西 然後反正一樣都可以再搭飲料嘛 那我就覺得乾脆花多花10塊買一個更喜歡的 那我覺得 哇沙比海鮮跟薯餅蛋堡這個部分會一齊不齊不齊 他們的價格又剛好一樣 所以變成是說其實兩個要吃 不過我這樣想想齁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蛋堡 因為我會想想啊蛋堡會飽 我個人是飯糰啊 因為你看我們飲料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泡麵乳料 他真的很厚 而且飯糰確實有稍微比一般 然後再大一點 然後你再想想我一個女生再加個飲料 我這樣就飽了 我不用吃到蛋堡 是這樣嗎 對你蛋堡會飽是因為他除了有那個馬分飽之外 你還有酥餅 對所以本身的飽足感會比較足一點 然後再加上你下面還有起司 所以那個蛋堡就是 飽足高比較高啊 但是如果以想要吃口味的變化跟特別的話 的確是就像你說的哇沙比 我知道的哇沙比海鮮啊 你看又有魚卵又有鮭魚 然後又有哇沙比 然後我再配個飲料 欸輕食剛剛好 說實在如果我覺得 你的經濟許可的話可以 兩個都買 真的經濟許可是兩個都買啦 那在經濟不許可的情況下 你當然就是 欸我買搭配飲料就好了 對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結論啊 那 公保肌丁就 你其實可以吃 真的 真的可以吃 但是 對 怕辣的就算了喔 不過其實我現在聊一聊那個辣度就不見了 所以我就說他的辣比較像 開尾的 對 結束之前要先來揭曉明太子的台語 來啦 到底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我之前看過 明太子的台語要兵太記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的影片喔 那喜歡的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我們在雙周五的晚上七點 都會準時上片喔 那麼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吧來 開吧 好強烏啊 沒事啦可以吧 好用力 這個是包裝的問題 這真的是包裝的問題